到啦~~ 嗨 大家好 我是Ranas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我的草寶終於到啦~~ 其實我這雙食衣買很少很少很少東西 所以可能我一下子就會介紹完啦 其實這段影片其實不會很長很短 現在就來開箱~~ 那衣服我們最後才開 我其實買了兩件 旁邊我的四川 等一下我來看這個 那很大一口 可是它很輕耶 而且它的東西又 嗯~~ 東外西島 這個應該是我買的那個 掛在廁所的那個收納 啊~~怎麼是耶~~ 它這裡看 多功能避免浴室 廚房收納掛架 很大耶~~ 它比我想像中的蠻大的 ok 可是如果你像我這樣呢 呃~~ 這間現在住的房子 不是自己擁有的 就可能在短期內會搬出去的呢 我蠻推薦這種 這種不需要鑽洞的 你看 那就是個掛鉤 啊這個掛鉤 好像是可以用黏 啊~~ 對對對對對 它就是 這一面呢 是黏在那個磁磚上面的 因為它有那個西膚里 它專門用在磁磚上面 所以不需要鑽洞 也不需要刻意去破壞任何的牆面 我覺得很推薦JGO 然後你看它的 我選的是黑色 它有白色跟黑色啦 黑色是因為它那一張 然後它很大一下耶 可以放很多東西耶 那些洗漱的那些東西越來越多 洗臉霜啊 那些面膜啊 因為 廠商借來給我的東西 然後我就要一一的去示範 然後還有 試了之後不可能 試了之後就丟掉嘛 所以就很多瓶瓶罐罐的 還有我的洗髮水啊那些啊 b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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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是沒有地方放啊 我的馬桶上面已經放滿了 然後還有那個洗手盆 也是被我放滿了 然後還有唯一的那個 置物架 也是掛架 也被我放滿了 所以我需要找一個 這樣子的掛架 放我的瓶瓶罐罐 我看它的網頁它是說 它可以承擔 呃幾L的水啊 10L嗎 10L的水 礦泉水的重量啊 我相信它應該可以承重吧 然後我特意選這手 底部有洞的 是因為廁所會有很多水嘛 就你不知道 什麼時候那個水會跑進這些 掛架裡面 然後就給那個水你自己留下來唷 就不用去每天的去清洗啊 或者是 或者是有一些積水啊 會直升一些蚊蟲之類的 嗯 很推薦 這個很便宜耶 這個好像是 20塊人民幣之內 這個很便宜 可是它有一點重啊 真的很重 我們來看第二樣 豪華鋁合金衣匠 這我的膝蓋耶 好美喔 紙袋破了什麼 哦 這個比我想像中的還要輕耶 你看好美喔 它可以組了有5個 15個 你看 大概2個 3個 1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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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美喔 OMG 它很輕耶 我想像中的它是很重很重的感覺 這是玫瑰金 和我頭髮的顏色一模一樣耶 拿一件褲子 我已經找了一件褲子來掉 OMG 真的很美 很有時尚感 這其實我考慮了很久 因為這個衣褲呢 我打算是買 以後如果我搬家的話也可以常用 所以 我其實很在意那個細節 很在意外觀的細節啦 連我衣櫥裡面的那個顏色的搭配我也不會放過 所以呢 所以 我就想了很久 買金色 又太 太老土的感覺 就很 土豪金 很奇怪 很不適合我的風格 我就找到了玫瑰金 然後這個真的很好看 然後它的怪地不錯耶 它的質感感覺很好 它還有一個 塑膠這樣的東西 就是可以牢牢的扣住你的褲子 然後避免傷害那個褲子的布質 它可以調出來 調進去 就萬一你的褲子 比較小尖 或者是你的裙子 比較小尖 就可以往裡面推 很難推耶 可是這個不便宜 它的價格有配得上 這個褲掛的質感 OK 又是另外一盒的衣架 我剛才有說到 其實我很在意外觀上的每一個細節 我買的這些東西呢 其實都有考慮到我以後的家居那些調色 配色之類的 Youtuber濃色 這邊有20個衣架 然後這個其實也是很便宜 在30元之內的 可是呢 它很重 它真的很重 它的質感也不錯咧 我之所以會選這一款 是因為它夠扁 它真的夠扁 它真的很扁很扁很扁 看 真的很扁 它就不會佔太多衣除的位置 它這個掛勾是方便我掉背心啊 或者是那些裙子的那個掛勾啊之類的 它的忍耐性很強很高 它很耐擾啊 現在覺得這個質感真的很不錯 真的很可以考慮 而且它有很多顏色 它有白色黑色 藍色還有一個灰還是青色之類的 如果你想要一款很細很細很細的衣架呢 可以考慮這一款 還有這個設計呢 其實是一個無痕的設計 就是 現在很流行的無痕掛鍋 無痕衣架 主要是因為呢 在你掛衣服的時候呢 不會給你一個好像一個衣架的印 所以呢 它就特地做一個這樣子 它要帶出來就是很simless的感覺 嗯 我很喜歡 OK 再來呢 就是衣服 這個 是睡衣 給我兩個洗衣 給我兩個洗衣 哦 很軟耶 你看這個睡衣就是它 呦 很髒咧 呦 為什麼那麼髒 我們去洗 很軟耶 oh my god 我其實沒有預料到它會這樣柔軟 它其實它的價錢蠻低的 蠻便宜的 所以我真的沒有預料到它會那麼的軟 而且它很貼身耶 這個好像是M 好像是M 很符合我的肩膀 寬度 這都很柔軟耶 然後它是一個Guarder Sleeve 就是三分九分 九分 不懂十幾分啊 呃 就是這種這樣子的 袖子 它是一套啦 它的褲子 褲子很可愛耶 然後還有這是衣服 這是一個吊帶睡衣 真的好美耶 可是缺點就是很骯髒耶 必須要洗了一輪才可以穿 它給我這個 叫我自己放耶 我來放一下它 ok 我放好了 所以你看它有這種 它有那個立體感 嗯 很不錯咧 真的喜歡啊 它的布料真的超好的 然後講講它的剪裁 說法我是沒有看到任何的那種 出現啊 之類的 然後它的塑膠 你看它的塑膠也是做得很不錯 也縫得很好 然後它不會講有很多那種 凸齊的那種線啊 然後它的剪裁 每一個都很精緻耶 最重要的是它的布料很軟 很舒服 這個可以買 這個可以買 這個真的可以買 它有三個顏色 一個是白色 藍色還有一個粉紅色 我覺得三個顏色裡面 白色是最好看的啦 因為它的 這個Cherry的顏色是不會改變的 然後其他兩個色 配這個Cherry的顏色呢 就有點 嗯 不是很好看 然後這白色呢 配這個Cherry的顏色會比較百搭 等一下每一天穿真的睡衣睡覺 哇 超柔軟 你睡得很舒服 哇 這個真的可以買 我會把所有我買過的東西呢 都放在下面的資訊欄 記得滑下去看喔 它有附這一條帶耶 是不是應該是腰帶吧 披這個外套的時候 可以綁的一個腰帶 嗯 我有買這麼多多嗎 我猜不完呢 我去都買三種衣服 我都不知道我買什麼 哇 這是一條裙子耶 喔 這個裙子很美 你看它是一個絨布 它是一個絨布的材質 看到嗎 它是一個絨布的材質 然後這個藍色很 莫蘭迪耶 之前那個 沿襲攻略帶紅的那個 莫蘭迪色調 當我看到這件裙子的時候 我就覺得 哇 莫蘭迪 我的菜 試穿一下 很剛好耶 其實我想像的它是一個A字裙啊 可是 現在看起來它是一個很修盛的裙子 然後它裡面還有這個 嗯 安全褲 我很喜歡買這一家的裙子呢 是因為它都有安全褲 然後又便宜 這一條褲才30元耶 你看它的版型都很好 很貼我的身體 它的剪裁呢 也剪得很漂亮 接下來呢 這條裙子耶 嗯 大家有沒有很熟悉這條裙子 嗯 這件裙子其實我在一個Instashop裡面 看了很久 它有很多顏色 然後我就上淘寶找一下 然後就被我找到了 然後這件裙子是一個很 中規中矩的裙子 它是一個很正的 深藍色 它看起來有點皺啊 然後還有這個魚尾紋的設計 它就是用Colorblock的概念呢 來做這條裙子 然後有粉紅色和白色 搭配一個深藍色 就是一個撞色的概念 這就是撞上的效果 嗯 版型真的很不錯 很舒服 我選的size也很適合我 然後長度也是很剛好 就我膝蓋在這裡 不會太短 不會太長 喜歡 它的布料的柔軟度也很不錯 不是那種很厚很厚的狗的那種布料 很清爽的材質 現在我們來看最後那件裙子 它是一個offshore的dress 嘻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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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花色很美耶 它也是這種魚尾紋的概念 嘻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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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唱給你們看 這件比剛才那件薄耶 OK 這個比剛才那件的布料薄 然後也很貼身 就像那種輕飄飄的感覺 而且它的長度也是剛剛好 我是感覺一點點鬆啊 其實還有一點點 如果它腰身這裡呢 更符合我的腰圍的話呢 更貼身的話呢 會比較好看 你們看上面 嗯 我覺得這一件不是很滿意 你看它的袖子 它的垂最度是有 可是呢它就太鬆了 它可以把這一封小一點 然後把那個荷葉呢 弄大 就不要看到婦魯的話呢 只是不要看到這一條線 這個手臂的線 這樣會更好看 它其實太垂了 嗯 其實它蠻低胸的 它的領子開到這裡 總的來說是 OK啦 OK咯 那這裡很寬 我覺得太寬不好看啊 這裡要收緊一點點 荷葉可以多沒有關係 所以就它有點太垂了 這件我不是很滿意 因為它的那個設計不好看 它有一些細節呢 讓我有點不滿意 而且看起來呢 不顯瘦 我只要吐槽這件衣服耶 你看 它的脊椎就真的不能耶 這家買off shoulder呢 就是要遮這一截的手臂嘛 就是這一截 就通常這一截的手臂是最肥的啊 然後這一截的手臂呢 會是最細的 就是手臂的比例來講 這一截是最細的 可是 它為什麼會在遮這一截啊 這一截這樣細 然後 然後它露出的部分 是一個最肥的 每個人的手臂最肥的那個部分 它是在露肥耶 為什麼要送出我最肥的那個部分 所以這件裙子呢 是最讓我不滿意的 其實我雖然很幸運啊 買了這樣多樣 我買了七樣東西呢 只有一個是採雷的 我真的沒有想到會採雷 我其實很期待這一件的 穿出來的那個感覺 怎麼知道呢 出來的感覺真的是很 糟糕 OK 可是我還是蠻喜歡它的花色啊 它的花色是唯一讓我 覺得滿意的 OK 卡箱完畢啦 如果你在這支影片找到你 一直以來都很想要的東西呢 我很榮幸可以幫到你 呵呵 希望你喜歡這支影片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打開小鈴鐺 收到我第一個更新的消息 如果你想知道我更多的生活 可以follow我的Facebook page 還有Instagram 我們下一個影片見 拜拜 我們下一個影片見 每一個進度 我們下一個影片見 組員會在一起 謝謝大家 你們可以做到這支影片